近年来黄金投资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由于黄金同时具有商品货币金融三大属性 不仅保值还是对抗通胀的有利武器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和政治冲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黄金投资更成为了当下的热门话题 那么金价近期因何下跌呢 今天我们从消息面和技术面来分析短期内的黄金走势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消息面方面 在市场与美联储的博弈日益激烈之际 一年一度的杰克逊霍尔·杰克森后全球央行年会 与8月26号周五重磅来袭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这次年会上发表讲话 讨论经济前景 其讲话内容可能预示着美国的借贷成本走向 并决定美国进入市场一段时间以来所压住的胜败 美联储重申了关于未来应放慢紧缩步伐的说法 并且谈到了存在过度紧缩的风险 加息步伐取决于未来数据 要想让美联储缩减加息幅度 在下次会议前发布的通胀报告 可能需要证实物价上涨的速度正在放缓 美联储7月政策会议后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7月消费者物价同比涨幅从6月的9.1% 放缓至8.5% 这一事实将为9月加息50个基点提供礼据 会议纪要可能会证实 美联储仍在积极收紧货币政策以遏止通胀 不过有关未来加息幅度的暗示 将是美元近期上行趋势能否延续的关键 这可能会对黄金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技术面方面 周五尾盘震荡下跌 刷金低点至1745 跌破短期日线30日均线1750支撑 也收线在低位 日线已阴柱收尾 在趋势空的信号下 黄金短期内单边下跌比较明显 从MACD指标来看 空投量能柱不断增加 显示技术面已经走弱 从黄金分割位来看 上方1778和1760已经构成压力位 下方1730和1744则构成短期支撑位 总结 短期内黄金走势已经走坏 策略上建议是主力反弹做空 辅助以反弹做多的机会 上方1760到1780为压制区 下方看1730到1744支撑 如果消息面平淡 则注意欧美盘交易时间后的补低可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